然後因為吳孟達的寂靜台詞太下流了 所以周星馳在旁邊一直忍不住在 然後周星馳瞄了他好幾眼之後 也忍不住喷笑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前陣子 John做了一隻周星馳成人梗的影片 不知道你們看過了沒呢 那這裡面真的是有超級多 又經典又搞笑的台詞 然後在知道他原本的意思之後 真的是 好啦那我們星爺在電影界 可是出了名的不按劇本演戲的明星 所以電影中很多無厘頭的搞笑片段 其實都是他的即興演出喔 而且有時搞笑過頭還會整個大笑場 但是呢這些片段還是會保留到正片裡面 變成一個經典的畫面 那我們接下來的Holy Share就是 十個被放進正片的周星馳NG畫面 在一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漫威跟迪士尼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日常 和我分享喔 那在早期拍電影的時候 因為技術比較不純熟 所以如果你是NG的話 你就是要重拍然後再重拍再重拍 一直拍到好為止 那這些好玩的NG畫面 通常也都會保留到電影結束 跑工作人員名單的時候 順便播給大家看 那之前跟周星馳搭檔過很多次的羅家英 就有說過 在拍戲的時候 最愛笑場的就是周星馳了 周誰笑場 啊 周星馳 周星馳笑場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大內密探00發裡面的笑場鏡頭 哪位啊你 寶龍一族00發 負責秘密保護皇上 以及皇宮內外一切產業 那這一部電影呢 是在說周星馳飾演的00發 表面上是代夫 但實際上卻是保護皇帝的大內密探 然後也很擅長研究一些發明 那電影中有一幕就是 羅家英飾演的佛印 被反拍一拳打飛的時候 他一坐下來 然後頭上的假髮也剛好掉下來 那這個時候周星馳很明顯已經在笑場了 但羅家英還是很敬歸的拚住不笑 這樣就不是辦法的 算啦 不關你打翻我吧 好難做我啊 周星馳直接看鏡頭笑 我覺得超可愛的 有種尖笑的感覺 這螢幕應該很明顯就是NG畫面了吧 不過因為這個憋笑的地方真的是太好笑了 然後再加上電影本來就是走搞笑路線 大家在一起完全不違和 所以這場戲最後就被放到正片裡面囉 而且裡面有發現佛因在後面在偷笑嗎 就是他已經 說到周星馳經典中的經典 應該大多數的人都會想到他自導自演的 大師兄回來了 故事是在說周星馳飾演的阿鑫大力金剛腿 在遇到黃金右腳吳夢達之後 就被說服去參加全國超級杯足球大賽 那阿鑫為了要讓大家認識少林武術 所以就到處去尋找以前少林寺的師兄弟 然後組隊一起參加足球比賽 其中有一段戲是阿鑫跑去找在酒吧 當清潔工的大師兄 然後剛好聽到酒吧老闆說 明天要表演的小姐全部都不會來 所以大師兄就馬上想到 他們可以代替小姐們上台表演 接下來這一段扮成光頭一起唱歌的地方 真的是超搞笑的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是瘋狂笑場欸 幾乎每唱兩三句就會笑場一次 所以最後乾脆把這些全部放進正片裡面 然後穿插台下觀眾的傻眼表情 整個看起來就是超爆笑的 不過其實這一段要有一個NG畫面 就是在唱到最後面的時候 因為唱得太難聽了 所以混混們就衝上來要打他們 然後混混才把他們認錯 把阿鑫認成鐵頭弓 然後把大師兄認成金剛腿 高潮就是少林的大力金剛腿 然後連鐵頭弓 鐵頭弓 我不是鐵頭弓 那個才是鐵頭弓 阿壓 我怎麼這麼瘋狂 咋怎麼這麼瘋狂了 好嚴重 在這邊有一個混混的笑場 也被剪進正片裡面喔 不認真聞水 哈哈哈哈哈 噗噗噗噗噗 他那個笑場到底是覺得自己就是 太好笑笑場還是真的是痛到笑場 就是他其實一直慘叫 就噗噗好痛的那種感覺 但我只覺得他可以突然來個一次嗎 我覺得超厲害的 我只能靠後製 我只金剛腿 那下一部我們來看看 桃薛威龍 這一部也是周星馳的代表作之一 然後故事是在說 他飾演著警察周星馳 為了要調查一把槍的下落 假扮成學生到學校裡面當臥底 結果有一次 他考試作弊被抓包 然後校長就要求他見家長 最後達蘇伊登場才開拍了一秒 他就笑場 然後周星馳妙了他好幾眼之後 也忍不住噴笑 但是因為導演一直沒有喊卡 所以他們就邊笑邊演下去 周星馳真是你的兒子 你高級的我 你說了 周星馳 你說 周星馳 你說 這超好笑的 他們已經憋笑到很痛苦 然後還發生那種主叫聲 然後 同學 今天冷靜一點 超好笑的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就是雖然說已經笑到不行了 但是還是可以把專業拉回來 然後繼續演下去 然後拍出來的效果也很自然 滿有趣的 而且那個達蘇就這樣 然後周星馳 這樣子 笑不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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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不開笑 不過說到達蘇的笑場片段 就不能不提一下1994年的破壞之王了吧 那這個故事是在說周星馳飾演的何晶瑩 性格懦弱很常被欺負 然後他為了要追求女神阿力 所以努力練舞 然後他還向吳夢達飾演的魔鬼精肉人拜師學藝 然後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終於獲得女神的芳心 其中有一幕 就是周星馳拉著吳夢達 去找大師兄下戰帖 然後一開始本來殺氣騰騰 但是一走到跪台之後 氣勢整個弱掉 接著吳夢達就開始了他的泡妞技術 然後因為吳夢達的寂靜台詞太下流了 所以周星馳在旁邊一直忍不住在偷笑 而且聽說這一幕原本就是演員他們即興發揮 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他們最自然最真誠的反應 而且我覺得達叔真的是演技很厲害 就是隨便講個幹話 然後都可以跟那個櫃台小姐繼續演下去 然後重點是那個小姐也超強 他是忍到最後一刻才笑出來 就是雖然說他的頭髮有擋住 但他最後還是就不至於笑 下一個笑場我覺得超好笑 而且很噁心 然後看完之後還回不去 超好笑的 那這一部電影就是1997年的《算死草》 演員陳孟傑的周星馳 為了要幫徒弟和歡打官司 然後證明他沒有供應別人家的老婆 所以他就要徒弟脫褲子給他檢查 讓他照顧看有沒有線索 關鍵就是你的屁股 失魔 掉東西了 啊 是排酒耶 這邊真的超噁心 然後周星馳還塞了一隻雞腿進去 他也就是被塞進去就 一人拿 謝謝師傅 我呢就帶一隻雞腿來過你 那不如擺進去 你肩餓的時候再拿出來吃吧好嗎 都好啊師傅 來 好 謝謝師傅 我覺得超好笑的那個真的 回不去耶 誒 白了 我拍了蓋子進去裡面 啊 寬哥 方不方便探把蓋子出來說好嗎 我很懷疑他屁股裡面到底塞了多少東西 他一直掉東西下來 然後周星馳要伸手去拿回戒指的時候 他就笑場了 然後他笑得超開心 方不方便探把蓋子出來說好嗎 得得得得師傅 這隻雞腿來唷 蓋子還在裡面呢 寬哥 我太多東西了 啊師傅 麻煩你自己炒一炒 哦 這邊一定要定格才看得到 就是 他的屁股應該是 就是會不會 哪一天塞太多東西 然後直接從嘴巴冒出來 好啦 那下一個我們來看看 《時神》這一部作品 我從一出了這麼好奇的插手 這個電影的故事內容 主要是在說周星馳飾演的史蒂芬周 是個性格狂妄自大 然後脾氣也很差的大廚 後來他遭到背叛跟陷害 人生跌到谷底 但是呢 在經歷各種困難還有磨練之後 他終於參加時神大賽 也成功的打敗對手 不過說他被放進正片的NG片段 就是非這場戲莫屬了 就是在火雞還有額頭在談判的時候 因為某一個人多嘴說了一句話 所以導致在場的所有手下 都要輪流說台詞 那火雞還有額頭 抓出剛剛到底是誰在講話 不過呢在御用演員拔兩斤開口的時候 就說錯台詞整個大笑場 而且旁邊低頭的菱眼也在偷笑喔 但其實這個笑場加在這段戲裡面 其實是蠻大的 然後也蠻好笑的 所以就被加進正片裡面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幕 應該是演員在練習的時候的畫面 然後他的浮誇的表情 也在周星馳笑場 然後換成綠色頭髮的田啟文講話的時候 周星馳也是狂憋笑 然後他憋到整個人都變厚道了 但最後還是憋笑失敗笑出來 他真的很好笑 他是要演什麼 什麼厚道星球 不過也有些人說周星馳是為了要蒙混過關 才會趁著旁邊的田啟文在狂笑的時候 假裝跟著笑混淆試聽 你們覺得這一段是真笑場還是假笑場呢 我猜是真的 我覺得太真誠了 應該是真的笑場 好啦那下一部我們來看看 1994年的九品芝麻關之白麵包青天 這一部也很讚我超喜歡的 而且他裡面就是很多經典台詞 那電影的故事是在說 周星馳飾演著包龍心 從原本的貪官變成正義的好官 然後最後成功打敗了犯罪者 還有背後的惡勢力 拯救了老百姓 那在電影中呢 也有螢幕是周星馳笑場 但是只要 在包龍心逃獄之後 意外的在船上認識了 莫再提跟莫再講 然後因為包龍心在草上船之前 就有塞了包子在自己的衣服裡面 所以莫再講摸到的時候 就以為他是女生 所以就對他特別的好 之後在吃飯的時候 莫再講就一直夾菜給他 但是因為菜實在是疊得太高了 所以周星馳就一直故意躲掉那個雞腿 他人家沒有辦法放上去 欸放不到放不到放不到 結果他自己就在菜後面偷笑 然後還被拍下來 被放進正片裡面 好啦那今天最後一個 我們來看看2013年的 西遊巷魔片 雖然說周星馳是導演 沒有出演這部作品 但是電影裡面 也是有各種大咖參與演出 常常說舒淇啊 羅志祥啊 文章跟黃渤等等 那故事主要是圍繞在年少時期的唐三藏 跟段小姐認識的過程 還有一起冒險跟愛恨交纏的故事 那在劇中有一場戲 是唐三藏終於找到黃渤飾演的孫悟空 然後飾演段小姐的舒淇 因為擔心唐三藏 所以其實一直跟他後面保護他 之後段小姐也到了洞穴裡面 結果不懷好意的孫悟空 就問他會不會跳一種可以吸引怪物的舞 我只會一種舞 沒有 好 他說我只會一種舞 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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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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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膚小高一點嗎 啊 啊 哈哈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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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沒有你好 很好欸 真的啊 哈哈 那我聽這句戲就要了嗎 哎呦 他根本就是在玩啊 然後就被放進正片裡面了對不對 超好笑這一段超可愛的 跟蘇姊平德他的表情超真實 對啊 他說真的嗎繼續好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可愛 嘿嘿嘿嘿 聽說後面帶動他的劇情 原本是沒有在劇本裡面的 反而是黃柏即興發揮 教舒淇跳舞 我覺得他們也是很厲害欸 就是已經 笑場然後台詞都已經快講不清楚了 然後還在繼續演下去 因為周星馳他沒有講咖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停下來 就要繼續演 我一定會就是狂笑 哈哈哈哈 如果是我就會傻眼 好繼續跳 哈哈哈哈 直接跳那個什麼健康操都跑出來 聽啊 說Lucy是最做運動 身體健康健身好 Lucy 你是哪會這麼厲害 然後最後因為周星馳覺得 這整個就是非常自然的無厘頭片段 所以就被放進正片裡面囉 我覺得黃柏這一段真的超有喜感的 超好笑 好啦你們覺得以上這些笑場的NG畫面 哪一段最好笑 或者是最讓你印象深刻的呢 如果你們也有在電影裡面發現什麼好笑的笑場畫面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然後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個人頻道還有追蹤我來君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等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今天的衣服上面寫Thor 是索爾 我老公的衣服 然後我後面還是那個 Stonebreaker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是喵喵錘的 真的超喜歡的 我那天穿去看索爾電影然後打卡 然後一堆人就問我說要去哪邊買 就是在這裡野獸國最新推出的漫威Hero系列衣服 除了有這一次的雷神索爾式的兩種款式之外 也有水墨渲染系列的鋼鐵人 美國隊長跟索爾這個背面真的超好看的很文青耶 而且他這系列上面還有書法字超Man的 那現在只要到他們的官網購買這系列的衣服 都是兩件八折 但是如果你在使用我們的折扣碼Tipper 再給你打八折 等於你選兩件699的衣服 這樣折下來一件不到500塊 是不是超划算 還有這一件是東印蜘蛛人 我覺得他的黃色超好看就是很適合夏天 變成日本梅啊 就是有點酷酷可愛的感覺 背面還有還有蜘蛛蜘蛛網 可愛蜘蛛 雖然我不知道他上面寫什麼 可能是什麼 廁所在哪裡 還有這一件猛毒配色也是有點潮潮的感覺 有沒有這一件的配色是不是很帥 那喜歡的朋友 歡迎點我們的字頂留言去逛逛喔 嘿嘿 買起來 OK 啊 When I was in Harvard I smoke it every day I treated all the taste I stole all the yeah We love you Nathalie I want to f**k too P is for Polman P is for 你要幫我B掉餒 要記得幫我B掉餒 我不想要變Nathalie波曼 H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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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记電子 片段 有 Kat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